台湾之光不仅仅是TSMCA 我们今天参加Taiwan Plus的所有的团队都是台湾之光 率领台湾之光赴日国发会主委公民心 连续两年带着地方创生团队参与台日交流活动Taiwan Plus 即将在520出任正院秘书长的他 这趟任务当然也要强化台日经贸关系 台积电来到日本的九州熊本 开启了台日之间重要的半导体的合作 那将来事实上半导体的供应链 也会更进一步的来自合作 事逢外媒报道日本熊本县新知识 牟村靖表示已准备好 吸引台积电设立第三座晶圆厂 台日半导体联盟渴望再生化 公民心过去在台美贸易倡议中扮演重要推手 如今520将有新职务 持续致力于台日跨国合作 过去所谓的5加2产业的一些进一步的合作之外 现在更踏到 我刚才提到了新创 地方创生 甚至于文化观光交流 可以讲说这个合作是全面性的 未来台日合作不分产业 看看公民心逛世级 平跟驻日大使谢长廷和日华肯代理事务局长 龙波红文聊天交流 也是要透过谢长廷和日方建立更紧密关系 而日华肯也将派出超过30名议员 出席赖清德520就职典礼 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日本代表团 实施520将近 大家也关注谢长廷的下一步 送别惠感谢状 我一直说现在有点 不赶快回去不行 再问我明天就要回去 切长廷在任期内 堪称台日关系最友好 公民心这趟访日 也象征新政府上任后 重视台美经贸 持续维系稳健 友好关系 财政新闻江路贤旭宣 日本采访报道 不然我会认识 好吗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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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识